咱们这种老男人使的手腕 一套一套的 我心里明白着呢 我就跟你说啊 把你带出来 跟你弹一首小曲子 把你哄到花前月下 给你杯蓝山咖啡 或者整杯小红酒 弄得你立马晕晕乎乎 再带你听唱演唱会 齐了 在耳边呼唤两句 跟你说 行 明天我也让你跟明信一块登个台露个脸 我们去 一般这种情况下 小姑娘整的 要么就是晕了 要么就全傻了 当然了 也不排除有一些另有所图 偷坏送包 就像你这样 不是 我说你啊 是像那种林黛玉似的 行了吧 纯真 无邪 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灵魂 爱情 前途 全绑人家苦药带上的圣女 行了吧 你说话太损了 急了吧 急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戳到你灵魂深处了 我告诉你梁小夕 现在小野还不是你床头的合法男人呢 你跟他适当保持点距离行吗 我是谁呀 我可是你姐妹 我说这些为了谁呀 都是为了你好 再说了 我火眼金睛 什么艺术家 音乐家 我见得多了 别在这执迷古古了 现在回头还不晚 不要再搞那一套标心立意的老少恋了 要不然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你是不是现在结婚了老公特不尽人意 你后悔了是不是 看你说话这一套一套了 我原本以为你结婚在我前面是吧 我跑到你这来取许金套了什么名堂 你喝倒好 这冷水一盆接一盆 一盆接一盆 我就是喜欢小野 而且我已经认定这个人了 执迷不悔啊 梁小夕 你说我说这些话我能害你吗 而且我为了谁呀 你肚子里那孩子可不等人 到时候酿成大错 你不疼我还疼呢 知道吗 我劝你啊 赶紧把孩子打了行吗 我好不想临行 看你宝宝儿子 肖小野对这事什么态度 没态度 那才最可怕呢我跟你说 像这种人在安逸的时候 无所求 看起来都没事人似的 到时候一旦发现了你对他的威胁 比白骨精还难对付 你一定得小心点这肖小野 千万别小看了他 说不定到最后 他就是你跟肖小野之间最大的障碍 能吧 要我看 肖小野跟肖小野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从哪看着呀 你凭什么觉得人家 也俩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其实弄得像你认识小野似的 不过你知道呢 我 哎呦 就觉得 我这怀孕吧 他要是知道的话 说不定他就能安定下来呢 哎呦 你急死我了 这事你还没跟他说呢 没有啊 那就对了 你为什么不敢跟他说呀 你为什么跟他提结婚的时候 不敢跟他说你有了他的孩子呀 只能说明你没把握 你不知道你跟他说完了以后 他会不会同意跟你结婚 搞不好 他到时候倒打一耙 翻脸不认人 根本不认真是他的孩子 他不是那样的人 行 在你眼里 他什么样的人都不是 就算没我说的这么过分 他也很有可能 给你一笔打胎的钱 连赔都不陪你去 哎呀 你是我好朋友吗你 怎么我听你这话 把我现在已经定位成第三者了是吗 林小夕 我就因为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才让你赶快地认清现实 你怎么想的呀 你非得到时候跑过去亲眼看看 你跟他说了 我有了你的孩子跟我结婚吧 他不同意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 他爱自己的荣誉 比爱你多吗 到时候你不难过呀 我不难了 好 就算你不难过 那你们家怎么办 你不怕你妈知道这事 你那俩哥哥 到时候还不把宵爷给活包了 哎呦 亮熙 你弄得鸡犬不宁的 到时候连班都没法上 不值得 要我说呀 咱趁早悄悄地把孩子给打了 到时候姐不再给你介绍 还靠谱的男朋友 一切重新开始 好吗 哎 文主姐 你知道吗 我听说老板娘要跟你打擂台了 什么擂台啊 他们呀都听大海哥说了 嗯 老板娘现在天天跟家研究台商 老板娘现在天天跟家研究台商那些个菜谱 嗯 最后我看样了 真是要跟你比个高低 她都跟我说了 她跟你说了 嗯 那你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 我跟她说了 要跟我王文主比赛 嗯 一道菜怎么比啊 嗯 要上就两道菜一起上 一起两道 是啊 哎 连菜刀都抓不好的人跟我比 比什么呀 哎 我就不信了 她能把日月同会跟我做出来 要做出来 我拜她为师 这三个小菜我随便做做的 你尝尝 好 尝尝 来 嗯 真不错 色香味俱全 王文主啊 继续努力吧 哎 继续努力的人应该是你吧 老板娘 你应该努力的跟我打了一台才是 是吧 对啊 努力 努力 我不瞒你说啊 在我出道的时候 台湾菜已经是拿手好戏了 只是当时吧 大陆比较闭锁 天冷的 我就没有继续下去 感谢你这次呢 给我怀求的机会 呦 别客气啊 应该的 但是你别忘了 虽然你这台湾菜做得很地道 但是这个日月同归和高山流水都没有菜 起码在这个关键点上 咱俩可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是是是 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可是我业内 业内人是多啊 他们动作快啊 是吧 嗯 哎呀老板娘 我真是气了怪 你说有时候你想问题啊 有点想过头了吧 单子是你给我的 你怎么就那么希望我做不成呢 要是我做不成的话 对你有好处吗 没有啊 对啊 对电力有好处吗 没有啊 就对了吧 说得好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做成啊 哎 我现在没别的呀 我也就是学学 我也想做一下 你别那么多心哪 那咱们走着瞧吧 嗯 好啊 走着瞧 别得意的太早 慢走 慢走 哎姐 邹老板这一出 让我想起一成语 鸡蛋碰尺头的 哈哈哈哈 一二三次 哎呀 你快替我尝尝 是不是味道怎么样了 好 弄好 真的 嗯 真的好啊 嗯 我怎么觉得我这三杯鸡 好像差点什么呀 那三杯都倒里了 都倒里了 那就行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味儿 跟王文竹做的那个味儿 还是有区别 他是厨子 你是老板 区别也正常 但是我吃的味不错 是吧 嗯 你看我还是有天赋吧 有 哎呦 你来了工方 你来了 弄得怎么样了 哎 工方 我现在呀 我现在所有的心情 只有两个字 崩溃 哎 加绝望 四个字 你劝着他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一定要坚持住 千万不能输给你个小妖精 我老公跟我说了 是 二商局 有一个餐饮家贤惠 那里边呀 很多的专家和著名的大厨 找他们一定会有办法 真的 那你明天就带我去 我明天就带你去啊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哎 谢谢啊 客气 走了啊 哎 慢点 好啊 这回咱们俩建立了公园友谊 这个友谊来之不易 嗯 想不想喝王八汤 好啊 坐去啊 就叶来越来越来越首越为宮 是谁把岁的哥哥呀 又把军来猜 这一区的凡山 又我还有 这一千十年吧 再也不会管 你干嘛呢你这是啊 你来干嘛来了 我给你送茶呀 我说渴了吗你给我送茶呀 谁让我茶了 这是我的职责呀 职责 我是老板 我让你取了茶你就取茶 我说我渴了你得给我送来 我正忙活这个呢 你干嘛呢你 你不是搅我吗你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什么你是老板怎么 对对对对 我是你的打工的 可是我在合同上写的 我是小时工啊是不是 我应该给你送茶 因为我看我说你半天都没喝水了 我是我是好心啊 好心好心 你唱着歌做的菜弄的 我一直听着很舒服 我心情也非常好 我在修这个就差那么一点了 就成了 你这个时候你碰我干嘛呀 我告诉你我不是成心 你不应该这样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你 谁翻脸不认人啊 谁翻脸不认人啊 你怎么突然一下你下我一错 你的错就是你的错 哎哟我的妈呀 我这个小心脏我受不了这样 啊 我说你错了就你错了 你不要降了 你不要争了好不好 你该干嘛干嘛去走 真是的 你这是干嘛呀 你错了就应该承认错 你太不讲理了你 你够脾气 谁能跟你喝得来呀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伤心了 行了 我现在伤心我得哭一会儿 行了 你甭理我 你甭理我 我得哭一会儿 喝 什么味儿 我蹲得王八 干嘛 着了冒烟了都 哎呀小心 哎呀小心 哎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快快快快点哎呀呀 冲一冲 快快哎呀呀 哪哪 有这个 这个也是 上也是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我要不要哎呀 要不要给弄点 让我 快快快快快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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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多少水啊 我放了半碗呢 半碗啊 那叫水煮啊 那叫干居啊 我也不懂啊你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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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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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动 怎么了 你进厨房了 这味不太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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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咱这个菜谱 是好不容易从王教授那儿给弄来的 我跟你说 你必须给我严格把关 我知道 知道 有这样 咱念念啊 短了什么啊 三穹金 绿莲 两朵 叶祥花 75克 放了 莲物两克 有 冲虾油 75克 鸡蛋四只 都有了 这些我都放了呀 可是就是觉得 对了对了 还欠点什么啊 龚芳 这样吧 你能不能 再麻烦你给王教授打个电话再咨询一下 对对对 是王会长吧 你好 你好 我是龚芳啊 小龚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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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话啊 我要给你打哪 对 就是你上次一位朋友告诉我这道菜 是月童芬 就是你说我从我打情之后啊 缺了一道配方 这道配方啊 本集合是那个 金正大高原 那是一种稀有植物 这种稀有植物啊 不是雪莲 增是四雪莲 不是那个 草红花 那比草红花还要珍贵 它是在这个 金正大高原植物研究所 我现在呢 已经那个 找一些朋友啊 去到那儿去 去搞了去了 今天就会跟我回话 你明天这样 你明天到时候来一趟 不要跟朋友着急 我估计这个菜 这个东西是能找到的 真的真的 好好好 谢谢你啊 王会长 明天我就过去 明天见 明天见 公方 太好了 我跟你说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 对对对 等一下不着急了吧 不着急 明天我一大早就过去 等我电话 谢谢你 太棒了 我们来这一趟 当然 咱俩谁跟谁啊 阿敏 阿敏 快快 保物来了 来了 太好了 为了这个保物 我可是洗了个大早 就像王会长 从青海弄来的那个西雀粥 太整肤了 谢谢你啊 公方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 这个王教授 要没有他 咱们这次就瞎了 那还用你说呀 咱只要有了这个保物 一定能收到那个小狐狸精 我跟你说啊 现在那王文竹啊 正在四处打电话 在那求救哭诉 快快快 赶紧操练起来 快快快快 不许啊 不许啊不许啊 吸这个味道啊 哎呀这个高山流水啊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还差那么一点点啊 哎不过能做到这种程度啊 已经很不错了 就这两道菜啊 一般的大厨啊 别说是做了 听都没有听过 这是哪位大厨做的啊 哇 这位女婿啊 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好的厨艺啊 哎呀 长颜道啊 文如其人 你这是啊 菜如其人啊 不过啊 这个高山流水啊 还差那么一点点啊 啊 蔡先生啊 我们还有一位师傅 也能做这道菜 哦 可以尝一尝吗 当然啦 您稍等啊 蔡先生 您尝尝 这摄泽的做法 和那位女大厨的手艺啊 是各有千秋啊 嗯 嗯 不对 不对不对 我是否能够品尝一下 请 王小姐意味如何啊 我觉得吧 少了一点柠檬汁 好像某些佐料吧 差了这么一点 和我当年吃的那个高山流水啊 相差很远啊 嗯 难道 我们菜谱不对 我应该啊 啊 嗯 蔡先生 我能把这个菜 拿下去 再处理一下吗 可以 好 好 好 公方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怎么会说这味道不对呢 可是严格按照这个所有的程序做的 我也纳闷呢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做菜就像打仗一样 哪能这样 翻完书 这纸上谈兵怎么行啊 是吧 这样吧 这样吧 你要不要让我告诉你 这问题出在哪儿了 可 不对啊 要说没有割柠檬 那不太可能了 而且有一个柠檬我就割在这儿了 怎么会 会没有了 你贼没输 你干什么呢 不说 哎 我先去 我 我刚才也是一犯糊涂 然后我就 我就 嗯 你说的臭死 我 我 真不听 我告诉过你 咱们赢也要赢的光明磊落 输也要输得干干净净 知道吗 好了 我用说了 公方 我们重新做一份 你给我打下手 没问题 蔡显成 这道菜我又重新做了一下 您再尝尝 尝尝 这西部戏何人所传啊 蔡如何 这个菜呀 做到这个份上啊 可算是一决呀 跟我当年期的是一样的呀 哎呀 请问这个大厨 你干了这行干多少年了 没干过 蔡先生 她是本店的老板娘 哦 老板娘啊 没想到 戏女中豪杰呀 哎呀 这两道菜呀 是我小的时候啊 和家父一起吃过的 这么多年 都没有期了 没想到啊 今天来到慧殿啊 了却了我一桌心思啊 哈哈 尤其是周老板做的这道菜 不说是空前绝后啊 也算是一决呀 难得 难得 本人啊 其在是配糊啊 哈哈 三天后 就是我家父的九十岁寿宴 这两道菜 作为主菜 家父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也了却了他 多年的西乡激情了 老板娘 你也成全了我 作为埃及的一片孝心 哈哈 蔡先生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样 我们的合同可以正式生效 今天 定金就打到你的卡上 怎么样 太好了 蔡先生 谢谢您 对我们的信任 谢谢 我们啊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啊 合作愉快 今天你可没看见 那王文珠的脸啊 就从这儿 哐当 就掉地板上了 哎呦 开心死我了 哇哈哈 哇哈哈 每个人脸上都想看眼 哇哈哈 哇哈哈 每个人脸上都想看眼 哈哈哈哈 哎呀 真真真别乐了 我都看你嗓子眼了 我当然得乐了 我高兴 我就得乐 哇哈哈 哇哈哈 哎呀 他折腾一晚上 你累不累啊你 我不累 我靠你 我高兴 我就是要杀杀他 王文珠的威风 让他知道 他不是唯一 那是 他哪算唯一 那我们太太那是最棒的 无论是从厨艺上 还是从管理上 还是财款上 当然不让 这是第一名 No.1 那是 我跟你讲 高兴归高兴 咱别得意忘形 再把王文珠给开了 嘿 你什么意思啊 谁说要开他王文珠了 我没说啊 这不是哪头两天说有没有安全感呢 哎哟 咱们家现在谁不安了呀 哎 我这一掌勺 某些人特别不安吧 真没法跟你聊天 一聊天就不对了 哼 我还不爱跟你聊呢 不过看到我今天高兴的份儿啊 我不跟你计较 哇哈哈 哇哇哈哈 没人让我交开烟 小楼下爬去 哇哈哈 没人让我交开烟 我让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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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让你去 爸 来来来 看 冰糖肘子 哟 真香啊 新年发的菜系 不是红烧的 也不是东坡肘子 赶紧尝照提提意见 好的 小心 快快快 来 别管了 小夕脸色不好 我跟你说 这回 你多吃点 来 我买了 先不急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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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舒服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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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咱们 小夕 咱们 没事吧 没事 哪不舒服 就是 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 没事 胃不舒服 那 要不要我给你弄点药去吃啊 不用不用了 就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没什么事 你快出去吃饭吧 没事 我就在这站着透口气就行了 透口气 在这儿透气 小夕 刚才 可是把那肘子 往你跟前一端 你就犯恶心 这 这 嫂子问你 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了 啊 没什么了 啊 那个 就是 你跟那个 萧野 是不是 那个了 哪个 我是你嫂子 有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直说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行 行了吧你 你别再是胡说八道了 嫂子哪有的事 我真的就是胃太难受了 你出去吃饭去吧 什么 你们跟胃难受不一样 我怎么 哎呀小夕 我是你嫂子 你要真有什么事 我陪你去医院 我跟你姐 你别这么医生医鬼 去医院干嘛 你出去吃饭去 行行行 我出去我出去 出去出去 你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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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昨天晚上 没睡好 等着待会儿 就没事了 没睡好 那什么那个 对对对 快吃妈 吃那个肘子肘子 还有这鱼 妈你快尝尝 来 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敏 他 他 你实话实说 怎么了 是吧 你这么结结巴巴干嘛呀这是 都一家人实话实说 怎么了 妈 我瞅他那样子 像怀孕啊 怀孕啊 怀孕啊 谁的呀 就是 就是 哎呀妈 操心的命 哎呀我操心 哎妈妈 妈你先没着急上火呢 你把事搞清楚您在那个什么呀 是吧 对呀 还没证实呢 妈 你先别上火 他就是我的催命鬼 我跟你说真的 这孩子我生他的时候 把钱满吃汗 我拼了两天两夜 差点没把我命给要了 你说啊 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人家那孩子 都谈恋爱 结婚生孩子 他可倒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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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现在 哎 不谈便爸 要么找一个小十岁的情婚了 要不给你找一个这个老头子 这一回好 还未回先孕 你说你他让我活不活 哎妈妈 还没回来呢 你能回来就婚吧 情话问清楚再说 对啊 不用问 这还用问吗 啊 我一直怀疑我说他俩 他毫端四连背着我要来往 你看 这不吗 生你煮成熟饭了 你这不就成了吗 哎呀 你爸这辈子 操心的就是他 最疼的也是他 你说你爸要是活着直到他找这么一个 不定气成什么样了 你们坐着干嘛呀 你们坐着干嘛 你就拿个绳子 给我抱脖子一套 妈妈 妈 你去吧你 小心 小心 十年前我就离开家一个人出去生活了 我这么多年我给你添过麻烦吗 我是个大人了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清楚什么你清楚 你清楚你就不该干出这种事 少废话啊 明天跟我到医院去 这事不用你管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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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气成什么样了你看你 怎么会让你说清楚啊 是不是搞错了你 小夕 你敢不承认这件事和萧嫣有关 我承认什么 你让我承认什么 你们这都是干嘛呀 一个个的就跟审犯人似的 是你们是我的家人 我是应该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跟你们说 现在说也不完 这孩子我必须得生 我要跟萧嫣结婚 这个老流氓 找他算了 妈 妈 我去 我找他去 不明不白的就怀了孕了 我明天我要混为这个萧嫣 我妹妹是吗 黄花大姑娘 高级白领 能便宜她 平时能便宜她 哥你能不能别在这儿唱我呀 我能不唱我吗我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不是个小孩子了 你们想怎么安排我 就怎么安排我 合不合适 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是最清楚的 再说萧嫣也不跟你一块住 这事我自己解决 哎 那个 妈 我觉得这事吧 到最后怎么办 不约点看他们俩决定的吗 是不是 而且我看小夕姐挺理智的 妈 理智个屁她理智 她理智她就不会和那老流氓搅一块去 对对对 她有理智那一天 什么时候理智啊 等到那个人呢 我告诉你啊 半身不随了 哎 坐轮椅了 躺在那个床上 我告诉你啊 一天留着哈拉子啊 床上吃 床上拉一巴吃一把雕 哎 她就理智了 理智也反了 妈说的对 你太年轻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跟男人过日子 她是怎么一回事 这不光都是蓝天白云 她时不时还打雷下雨呢 是吧哥 你瞧瞧儿子 说说小事 小心 正好我跟你姐夫说 你看现在我们俩还拌嘴呢 你跟那个老男人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代人 你们是两代人 你们有代高你知道吗 你想往东 他要往西 你要跟着他要西的 你说你要吃婚 他要吃素 你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 根本就不是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啊 我坚决反对 不是 我觉得这事吧 你说的有点严重了 我觉得那个肖老师 人看着还挺好的 一表人才的 你知道人家也有才华 就算是咱家小夕嫁过去 那他也不吃亏 他一定会对她好疼她 这男人大了 有男人大的好处 嫂子 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现在顺着她 你就是害了她 我怎么叫害了她 你们这说话也太难听了 你们不能一起用事 嫂子 妈 现在不是这样了 那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是个原则问题 你的立场必须要鲜明 还有你啊小咪 你想好 这件事情 你站哪一边 不是啊二姐 这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想得我很清楚 我跟你说你 你跟三江 跟他们两个人 这完全是本质上的不同 二姐这跟我和三江有什么关系啊 是 你这还不认人说话了 双岚说得对 我跟你讲奏品 你别这么护着她 你到底是疼我妹妹 还是害我妹妹 行了都别讨论了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大家就这么圈的都不听 你说 那个老流氓多大碎数了 还四处三发魅力呢 招毛逗狗的 这结了婚 他是稳定下来的人吗 根本就不是啊 他跟他结婚这个家能交给他 那是不可能的呀 是不是 人家还有个大儿子呢 人家得给儿子分一半 剩的一少部分 还不够那个老头子 那交医疗费的 妈妈 后半生得在床上堵过 轮椅上堵过 你也别太着急了 不是 就这 大学啊 到医院 妈妈 咱先去问问他们 问小夕 她跟那萧老师商量的怎么样 对对对 到小夕一个 人俩没说肯定都商量好了 是不是小夕 你跟妈说说 我没事 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没完 妈没完 你放心 我现在我就找她去 我跟她吻的骨子 我全给她上 吻的她好好听我说行 把事给我讲清楚 她不行的话 我真哪边把她花了 你信吗妈 花了她 行了 谁也甭给我去找 不许插手我的事 我告诉你们 你们再插手的话 我明天就让你们看不见我 我 小心 闭嘴 你闭嘴 你闭嘴 我的天哪 我得去找你们爸去了 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小野 来 快来 他常常爸爸做的消屎西餐 我不饿 你看你今天难得这么早回来 陪爸爸喝点酒 我都说了我不饿 我说小野啊小野 你怎么用这种态度 跟爸爸说话 心里有什么不痛快 跟爸爸说吗 干嘛要憋在屋里啊 外面就不是你待的地方 爸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只有这个小屋 是属于我的 外面呢 就属于你 和我未来小妈 共享的地方 好吧 我把西餐给你留下 想吃就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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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干嘛又要给小爷打电话呀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让你别掺和这事吗 怎么能是掺和呢 这是关心你 你说你怀孕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他 这样的人我们能放心把你交给他吗 我也想借着这件事情 验证一下我自己的人格和魅力 我不想借着孩子这个事情打倒我的后面 梁小夕我告诉你 现在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 这件事情你必须告诉他 他要为你负责任你懂吗 你不了解他姐 萧衍他都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他绝对不会因为孩子的事情 再去激起跟我在一会儿的欲望 也就是说 孩子现在已经不再是他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这一部分了 所以说我一定要选择在这个时候 跟他说我还原了 那不 那多想我再要挟他呀对不对 那即使答应的话 那也是为了责任呢 到时候这种感情他能长久吗 你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了你 你能不能真听我现在的形式啊 我告诉你啊 结婚不是儿戏 生孩子更不是儿戏 小点生计 他万一不认账怎么办 他万一不承认怎么办 你们知道那时候你会怎么样 你会成为一个单身母亲 他绝对不容易啊 他肯定不能 行了吧 你知道一个单身母亲 他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吗 我跟你说两小时 我作为你姐姐 我代表全家人坚决反对你这段感情 我们绝对不允许你把你自己的人生当试验笔 懂吗 我对我自己的未来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但是 别再常误我的事了 再常误真跟你急啊 我说魏先生啊 说 您这个生活习惯可不健康啊 你说有卧室有床 您不进窝子躺着去 您老在沙发上窝着呢 我告诉你时间长来得要接老损啊 哪有的事儿 我在这儿舒服 我习惯了 你这人呢就是不听人劝 还有这个啊 寻香机 我好心好意给你买的 你看你到现在你都不用了 行了 这寻香机啊 不好用 什么不好用啊 您是不会用 嗯 我告诉你 你啊 歇会儿吧 啊 是这样啊 魏先生 所有的地方我都打扫干净了 现在呢 就剩那间房子了 已经发霉了啊 我必须给打开通通风 不然的话 这屋子已经没法待人了 哎哎 但是 你干干什么你这是 你干什么呀这是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进这屋子 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不是我通通风 你都发霉了 通什么风啊 发霉管你什么事啊 不让你就是不让你进 记得这么多事啊你 不是这是我直策范围内的事啊 什么直策范围之内啊 我不让你进这屋 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发这么难活呢 我 我发火了 那你事干吗 我没发火啊 我没发火 没发火 这事怨我怨我 好吧 小心 哎呀 该干嘛干嘛去啊 晚上吃什么 你做什么 我就吃什么 菜谱上有虾 那那就虾 行行行行 吃虾 吃虾 那就吃虾 真是吧 气死我了 怎么这么多事啊 怎么这么多事啊